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到這個站見鐵路展覽 我們來到這個紅磡 不像在九龍的展覽,不是一個模擬車廂 我們去到這個紅磡舊月台 就會看到我們退役了的柴油機車 黃頭列車和我們退役了的中期花生列車 我們就會過去看看 好,走吧 以前的柴油果汁和鹽酒酒店 就是以前的紅酒龍站 我現在吃過這個時光水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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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即將他們的M-Train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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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黃頭的車頭是這樣的 他們的扶手都是波波的 都好像以前的白頭車 就是以前的M train 還沒發生之前 而且以前的路線圖是沒有閃燈 也不是動態路線的 只不過這個圖 你要自己知道你在哪裡 不知你慢慢看 以前也是沒有羅馬洲站的 也還沒移生到過海 以前是叫地下鐵路買九港鐵路 還沒合併 做港鐵路 先坐下 真的很舊 好慘 看看 算是第一次的 以前 黃頭的車 車廂與車廂之間有門 還有這個車廂也挺窄 現在的MRL train 其實退役的MRL train 都是這麼窄 都差不多 真的很舊 而且地上也是用膠板鋪 即是二面弄爛 平時呢 其實它跟M train 同一個製造商 它叫Metro Carmel 但M train沒有這些字 只有黃口才有 它寫完Metro Carmel England 英國製造的 好了 那這個黃頭呢 就是一九八幾年退役 之後翻身了做MRL train 即是中期翻新的車 也是不知道 二零二一 好像是二零一 去的 進去看看 十二卡的車 以前 以前的十二卡 現在是九卡 那其實呢 它這個路線圖和黃口的分別就是 有羅馬州 但是距離現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沒有過海延伸 那為什麼退役 因為它的過海延伸 呢 它十二卡的空間呢 不夠 因為港路 地底的空間不夠 所以它們縮短了九卡 而且這部車都已經用了很久 所以它們選擇是退役了 而且它們退役的時候 好像四十年前 在沙田站出發的 然後呢 去到退役的時候 就回到沙田站 做退役的儀式 這邊 至於是 這裡 我幫你來頭等了 我很第一次來頭等 拍卡 給錢 再一次坐 多舒服 好像機場筷子一樣 如果你要回到破洞等 只要按藍色的按鈕 向左拉就可以 在這門鎖了 讓人進 先出發 這就是五十六號柴油機車 已經退役了 它的樣子就是這樣 紅色的車 然後旁邊也有 應該很夠 這就是黃色的車頭 它寫著九龍 其實紅磡站的前身 它的名字是九龍站 你看到它寫著 底部寫著 Metro Carmel 然後E44 為什麼呢 當然不是翻身了 它做MRL strength 為什麼沒有 因為它翻身了 數目已經夠了 它剩下了 它就放了 所以現在 港鐵就決定了 它做展覽用途 對了 這裡呢 就是那個 車頭 真的很夠 很夠 最好是錯了 它是140 好 總括來說 我們已經介紹了MRL strength 也介紹了黃頭和 柴油機車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 MRL strength和黃頭 做了一個比較 還有說回以前的情況 什麼呢 其實呢 我覺得它們總體 來說也不錯 因為我們終於可以看到真的 電車 而且是退役了 也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 也很感謝港鐵 這個展覽和安排 我們上去看看 其他那些展品 上來 好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之前的展覽 我看到其實 它的升降機外面 也挺夠的 因為它的機件都外露了 扶手電梯裡面 那些 那些 梯級的機件都外露了 所以 真的很夠 自己試了以前的 不同的 物品 這裡有 水壺 這裡有對港機 有鎖匙 有 袋子 這裡有電筒 可能是收車檢查 這些路軌 又有notebook 這裡有電話來的 應該是 那它這兩個呢 其實不是燈來的 其實是 講回以前的廣播 那上面這個是講西鐵的 那它是東鐵去 去紅磡站 那它 那它是當時尾站來的 那它們 它們可以轉成去這個西鐵線 那我們給你看看 可以 下一站 紅炭 橙色可以換成西鐵線 在哪裡 那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嗯 中國那個 因為它們有 另一個字路 都是MTR 那這個就是 那個廣播 對了 你們不記得這位先生嗎 我一開過 然後 展示了一些 模型 以及 以前的 呃 類似的 車站指南的物體 那 這個背景呢 就是以前 呃 九龍灣來的 那這個位呢 就是去出瑞島的位 然後 這裡應該是觀塘島 這裡是有一條橋的 但是它被建完 已經斷了 這個位 對了 那 這裡應該是觀塘島 對 然後這裡應該是去 離我葉街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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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九龍灣站 然後 應該是 港鐵旗下的商場 得福果場 它 它的物業 也是叫做得福花園 這裡是展示了以前的紀念票 那 我這裡有一堆 這裡由 以前1979年 去到 2007年 去合併的時候 好舊 那 我們問了 工作人員借了這個 牌 其實是 很搞笑的 它這裡有一些 車頭的樣子 然後它有個 像四色的燈 很搞笑 搞笑的 啊 先給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穿越這個 時光隧道 旁邊呢 都是以前的東西 那 那 這裡有個牌 就是寫著 時速四十 對啦 那這裡以前是水扭燈 那我們回回頭的時候 就是 現在 就是現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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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就是 美容的發展 首先我們有小鵝鵝站 那 東沖是以前的 包括東沖東站 那 就是在這個 陰澳站 東沖站之間 東沖東站 就是東沖之後 連身下去呢 就是東沖新的 現在 就是 凍凍凍凍了 那 就是 全部南沖線 那 它現在都是 東沖 東沖 它已經圍了 水扭燈 然後 這個呢 就是洪水潮站 在天水圍 和這個 小康站之間 那 也有很多人 在這個 就是 北環線 包括 現在正攻的 五龍站 牛潭美站 然後 它連接 它這條線 是 是連接著 新喜的站 就是 在東沖線的 上水 去到 羅馬洲站之間的 古洞站 去到 連接它這個 全馬線的 錦上路站 那 它的站 就是古洞 又有牛潭 又有新田 又有 爆頭 類似的 總結 首先 我覺得港鐵 做得非常好 它已經視了以前的 列車 然後 寫了不同的歷史 寫了整個歷史 和不同的紀念 把它展示 接近 展示 我覺得挺好的 如果 《窮嵌救月台》 這個展覽 我覺得我真的可以給他 十分 它有一個互動區 可以被人拍照 我覺得挺好的 第二 它真的被人進去的斜箱 然後 車掌室的位置也會給你看 但是 不會讓你進去 對 因為它 保存剪粉 我覺得挺好的 時光機 其實我覺得它做得挺好的 然後它其他那些 紫眼 都可以的 我也會給 滿分 對 我覺得挺好的 還有一件事 差點不記得 就要開股 我們 剛才那個 穿著西裝的人 他就是 以前的 港鐵常務總監 他就是 叫做 劉千成先生 他 退休了 二年 年底 退休了 可能回來再看一次 那我們走了 完了 展覽 有嗎 有嗎 整個車 是 有嗎 整個車 是 有嗎 有些椅子 那我小學 又是 讀六年級 在今晚寫 那我們 就 升中時 今天我就選 第一次 就是 精華 第二次 就是華人 所以 都 跟它很接近 這麼fallen 嘿 知道嗎